這一款就是 它叫做解保定新冠病毒 居家用的鼻腔快塞劑 當時台灣是給他EUA 而且也有給他藥證 還有什麼藥檢檢測什麼字號 韓國有許可 台灣給他EUA 還有P號也給他藥證 所以當時高達五百萬劑 是無效不良的快塞劑 但是我們當時都給他 銜也給他 藥證EUA也給他 就是這一款居家用 GEMBODY的一個居家用的鼻腔用的快塞劑 立委王洪維召開記者會指出 在111年2月時 疫情指揮中心緊急採購 五百萬劑快塞試劑 同年五月廠商交付試劑 指揮中心也先行支付4.2億多元 不料8月時卻發現 與原廠保證標準相差180倍 根本無法有效偵測病毒 他的合約金額高達4億7千5百萬 而且當時指揮中心先行支付90%的貨款 支付了4億2648萬 所以也就是說其實已經支付非常高的一筆金額 那麼可是一直到當年的8月份 指揮中心在進行快塞的年度監測 他已經進口了將近6個月了 那麼指揮中心執行快塞監測發現 加碩聲音3P快塞劑與原廠保證的標準相差到180倍之多 根本沒有辦法有效的去監測病毒 這個衛福部把它列為是不良醫療器材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就趕快去函給加碩公司的涉及地 桃園市政府要求去回收 但是那個時候顯然已經流入市面 大家都知道那時候快塞季一技難求非常的搶手 那隨著500萬劑的這個採購合約下來 那當然是有很多已經流入市面了 王宏威表示由於該廠商母公司是上市公司 若依衛福部要求退還4.2億元貨款 需發布重大訊息 讓原本公文明文拒絕付款 以及退換貨的衛福部 可能轉為同意退換貨並且給付尾款 恐讓國庫因此損失4.7億元 現在問題來了 廠商不願意退回貨款 廠商提出來的是不要退款 好那我們換貨給你 也就是這個500萬劑的快塞季不合格對不對 我再換給你另外500萬劑的快塞季 可是問題是大家也都知道現在快塞季早就功過於求 但是這件事情為什麼可以壓到這麼久呢 是因為加速公司他的母公司是上市公司 所以他如果要賠錢的話 必須去發布重大訊息 所以今天衛福部是怕 你知道嗎 他把這件事情被大眾知道 所以就一直拖呀拖到現在為止 並沒有做任何強制執行的動作 繼續的讓廠商去拖欠 繼續讓廠商繼續凹 凹說我用換貨給你 王侯威進一步指出 不合格的快塞季究竟流落何方 衛福部會不會支付廠商近九成的貨款 會不會接受退換貨 中間有沒有失職 衛福部都應該向國人說清楚說明白 記者離席會台北報導 今天離席會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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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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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